1970年 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 那年我正好十岁 我记得那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总是喜欢遥望夜空 星辰 银河都清晰可见 当时我以为天空中的星星 和那颗冉冉升起的人造卫星 相距并不远 卫星就在繁星中穿梭 我还十分担心 它会与天空中的某一颗星星相撞 1970年 前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的第12年 也是人类第一名宇航员成功登入太空的第9年 中国的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了 而就此前的一周 美国的阿波罗13号 在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太空之旅之后 成功返回了地球 人类正处于一个热衷征服外太空的时代 我当时呢对这些都一无所知 只是满心好奇的仰望星空 想知道地球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让我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英达 我始终相信 人类历史上最壮美的诗篇 既不在游吟诗人的激昂的吟唱当中 也不在剧所家或者小说家 奇幻的故事里 人类的奇迹是由科学书写的 科学的故事 较之于文学上的故事 更为壮观离奇 令人魂牵蒙盈 那么现在就让我来带你 领略一下 这人类史上最壮美的奇迹 词曲 李宗盈 现代的都市生活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捷 但也使我们与天空不再那么亲近 都市的夜晚霓虹闪耀 折磨了满天的繁星 我走进北京天文馆 想去那看看星辰 说说中国天文 数千年前 我们的祖先就开始 昼夜无间断地观察日月星辰 他们试图去理解这些天体的变化 帝王们期望从中解读到治国良方 农民则想用确定节气的方法来制造耕种 水手通过观察星辰来确定海上航线 古代人们相信这个星辰的变动与国家的兴衰 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古代的天文学家呢 一直非常谨慎地记录着他们观测到的星辰的轨迹 过去观测天象的学者虽然有极高的地位 但是呢 他们也有可能因为预测失误而丢掉了性命 早期当太阳和月亮因为日时或者月时 突然失去光亮的时候呢 人们会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 因为他们会担心啊 就此永远生活在黑暗当中 那时候他们还不明白原因 因此古代的天文学家呢 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观测日时和月时的发生 他们详细地记录了这种现象发生的时间和时长 在商朝出土的甲骨文中 科学家们发现了最早的日时记录 汉朝时 日时的发生往往会被认为是国家治理不当的象征 当它发生时 皇帝就会发布诏书向人们检讨自己的过失 并广开沿路 吸纳良策 以便更好的治国 在数千年当中 中国的天文学家呢 一直在研究人与宇宙的关系 而非把宇宙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对待 正如《易经》当中所说的那样 天垂向见吉凶 圣人向之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 宇宙万物有其自身的规律 顺应其规律就能有好运 如果是违背了规律呢 就会有灾祸 圣人应该掌握宇宙的规律 并且按照其规律来行事 然而这一切在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 得到了极大的改变 这颗卫星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在太空中播放歌曲《东方红》和《暴时》 《东方红1号》的成功发射 重新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宇宙的好奇心 对于天文科学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人用了不到50年的时间 就发展出了自己的空间技术 从最初只能够利用人造卫星 在太空当中播放歌曲 如今我们已经能够成功地 把自己的宇航员送入太空 这使得中国被纳入世界上 拥有此项技术的三个国家之一 而这一切也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进步 它使得我们中国人对于天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首先采访到的是邓理财博士 邓博士负责锅手镜望远镜观测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 科学家们试图去理解我们银河系的结构 邓博士 我们曾经认为地球是我们人类唯一的家园 可能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在地球以外 还有着浩瀚的宇宙 有着空间 那如果您现在说一下的话 你觉得我们地球在整个宇宙当中 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现在我们自从日新说被打破以后 我们不断在突破我们以前的这种认识 现在地球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行星 天上每个星系里头有一千亿颗恒星 那整个宇宙里头 我们可见宇宙里头有一千亿个星系 你可以想象这个树下很大的一个树 所以地球一定不是唯一的 我相信 如果外星的文明要给我们写一封信 需要写个地址就能送到我们地球的话 这个地址该怎么写 那很困难 按照我们天文的层次分类来说 你起码最初要确定是哪个星系团 哪个星系团 然后里头的哪个星系 然后在星系的什么位置上 哪个恒星的太阳系的第几个行星 很复杂 我们在近代才意识到 银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太空 直到1924年 美国天文学家艾德文·哈勃 发现了仙女座星云不是七体云 而是另一个星系 因为哈勃的重大发现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将太空望远镜命名为哈勃望远镜 当星辰因为引力的束缚而聚集在一起时 我们称这些星辰为一个星系 同时 星系中含有大量的暗物质 星系也逃不过引力的束缚 一系列的星系围绕着引力中心旋转 我们称之为星系团 我们的银河系 属于本星系群 哈勃望远镜 会常规性地向地球输送上百万幅星系图 目前 我们已经发现了五十多个 在本星系群中的星系 但是整个宇宙可能有一千七百亿个星系之多 这个什么星群 这是 这是蝎状星群 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1054我们记录的非常好 就是宋朝的时候当时的那个超新星爆发 没错 当时用中文记录的亮度的变化 邓博士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或者说问我们科学家 尤其是天文学家 那么就是 你看在古代 人类开始好奇和研究天文学 先是为了比如农耕 为了日常生活的这些最基础的知识 时至今日 我们的天文学家为什么要研究天文学 现在天文学 由于技术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以前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然后理解一些不能理解的东西 所以现在天文学 看你的就是使用什么样的手段 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去理解这个宇宙 它的来龙去脉 我们就是想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世界是怎么组成的 是 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对我来说尤其正确 我是四川人 我们有个成语叫做 苏浅废日 它为什么废日呢 因为我们在四川看不见 就是老阴天 对 太阳一出来 它就觉得很稀奇 什么路纪 那么对我来说的话 偶尔看见点星星 对不对 我就对这个 我说外头到底什么样的东西 在很小的时候给我打成这个烙印 我想对人类这个天文学 对人类好奇心的激发 是最好的一门科学 这就是我们现在天文学家 回答的这些基本问题 2009年 国家天文台开始在河北的兴隆县 建造郭首镜望远镜 郭首镜望远镜 能够对北半球数百万的天体 进行测量 比如搜寻银河系第一代恒星 研究包含银河系在内的众多星系的形成和演化等 是被称为我们中国人骄傲的郭首镜 叫反射式施密特望远镜 是吧 您让我问一下 这个外行问题 这个望远镜 为什么这一块 这一块 又那一块 这咱们先说这一块是干嘛的呢 这样的 就是这个四米特望远镜呢 它需要一个改正镜 一个反射镜来收光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叫做A镜 它的 就是入射是从这儿入射 对 星光从上面下来 效到这个镜子上 然后反射到上面那个大镜子上 为什么这个星光进来以后 还得到那儿反射 它直接进到这儿不行吗 这样的 就是如果直接进到那儿 那光级会很弱 我们现在有个六米的镜子 把这个光给收集起来 相当于铜孔约六米这么大 就好像我们用放大镜 有可能把阳光聚在一个点上 没错 没错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光线从天上下来 经过这个镜子反射 然后到主镜上 然后把光聚起来 送到我们的胶面上 但这个镜子呢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那是个球面镜 球面镜上呢 它有球差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变形这个镜子 使得这个球差给消掉 所以我们能够 使得光线能够聚焦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最终 把光线收集进去的那个 对 这个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 那个相当于眼镜 然后这个呢 相当于视网膜 视网膜 就倒眼睛了 对吧 焦面 我们叫做焦面 然后光 通过这个光纤 然后通过这个复杂的 这个光谱仪 传统观测星系的方式 是通过裸眼 直接观看在望远镜 胶面上形成的图像 La Most 也就是割手镜望远镜 是一部光谱望远镜 它没有配备 直接可以观看的界面 那么代替人的眼睛呢 我们就是这样 胶面上的 这个四千个光纤 这四千光纤呢 相当于每一根光纤 就对应于我们人的 像视网膜上的一个 有一个感光细胞 这光落到这个光纤头上 通过下面的这个 四千光纤 传到楼下的这个 光谱仪房里头 那么光谱仪房 里头呢 有十六台光谱仪 每一台光谱仪上 是可以 接收二百五十根光纤的光 那个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 照相机了 那么这就是 这台望远镜的一个特色 那么这个 因为我们在这个胶面上 有四千光纤 所以我们同时可以观测 四千个天体目标 那么这就是 拉摩斯特最大的特点 它是世界上最强的 光谱观测望远镜 当人们点亮火柴 打开灯时 或者当一颗新的星星产生时 都会发出光 光产生的原理 都是相同的 那么光是如何产生的呢 作为一种常见的机制 当原子中的一个电子 从能量较高的状态 回到能量较低的状态时 多余的能量就会辐射出来 特定波长的这种辐射 可以被我们的肉眼感知 于是我们称它为光 光同时具有两种属性 它既以波的形式存在 又以粒子的形式存在 这两种属性看似矛盾 却又共存 作为波 光是一种电磁波 作为粒子 它被称为光子 光在宇宙中的产生和传播的过程 蕴含着大量的奥秘 然而不是所有的光都能被肉眼看见 光的波长决定了光的颜色 及其相关的性质 短波长意味着颜色偏紫 而长波长则意味着颜色偏红 当光的波长比肉眼可见的紫色光更短时 我们称之为紫外线 而当它比可见光的红色光更长时 则被称为红外线 有一些动物 可以看到人类视觉范围以外的波长 除此之外 就只有一些人造的仪器 可以探测这些波长了 波长比紫外线更短的是X射线和伽玛射线 波长比红外线更长的是无线电波 无线电波 人类能够利用它来实现无线通讯 而在天文中 它被称为射电波 阳光透过三棱镜 人们会发现光被分解为了一道道彩虹 这便是阳光的光谱 如果在彩虹和三棱镜之间再插入一面放大镜 那么你会发现这些光谱上有着一条条的暗线 这些暗线是光子被太阳中某些特定化学元素的原子吸收所产生的 特定的元素总是吸收特定波长的光子 如果我们能弄清楚每条暗线对应哪种元素 我们就能知道太阳的化学组成了 用于分析这些暗线的仪器 被称作光谱仪 在兰茂斯的观测控制室中 邓博士和他的同事正在查看当天的天气预报 只有天空无云时 工作人员们才能进行观测 那么这就是我们望远镜拍到的一幅图像 但是它不是我们刚才的那种真实的新兴的图像 而是一条一条的恒星光谱 那么这里头每一条树的白道都是对应天空中的一颗星 或者一个星系 它的光谱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种图像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处理 这样我们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那么知道这个星它的一些物理特性 比如说它的化学风度是什么样的 它的温度是多少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望远镜的特点 从二十世纪开始 人们才开始揭露更多关于外星生命存在的证据 计算机发明后 科学家们可以更快速地收集这些证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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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理财博士向我引荐了来自海德堡大学的Reiner Sputum教授 他负责运行中国国家天文台的超级计算机老虎 同时他也参与锅手进望远镜的数据分析 我们只能做一张照片 我们只能看到现在的颜色 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些颜色的颜色 我们可以看不同的颜色 可能不同的颜色在不同的颜色的颜色 但是在我们的超级计算机的颜色 我们可以开始出现一些好处理的颜色 让我们的颜色的颜色移动 我这里有一个电影 我可以展示一下 这是一个星期的几千万的颜色 而在这些颜色的颜色的颜色 这些颜色的颜色是黑色的颜色 我们可以展示一下他们的颜色 我们先看到黑色的颜色 这些颜色的颜色是在这里 这些颜色的颜色是几千万年代的颜色 对 它们的颜色的颜色 成为更大的颜色 这些颜色的颜色是颜色的颜色 虽然这个颜色视频只有三十秒的时间 但超级计算机的老虎 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 在这一年中 老虎每天日夜不间断地工作 现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些东西 但是什么是 astrophysics Well, astrophysics is dealing with the physical nature and physical structure and physical evolution of astronomical objects We use the supercomputer like a separate telescope Right, we can pre-see the future and we can produce observations which a telescope never could see and it helps us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objects Yeah, that if we really want to see it we will probably have to wait a million years Exactly, yes, yes, yes 黑洞是宇宙中最神奇的天体之一 它们自身的密度极高 擁有着超强的外游引力 甚至连光都无法逃脱它们强大的引力 正因如此 科学家们才把它们称为黑洞 我们可以将黑洞超强的作用力 与瀑布所承受的重力做类比 重力 把一切物体往下拉 瀑布便是如此 它一切千里任何事物都无法逆流而上 黑洞也一样 任何靠近它世界的物体 都将无一幸免地被吞噬 近几十年来 科学家们发现了大量黑洞存在的证据 人们虽然无法真正看到黑洞 但是通过观测黑洞 对其周围物质的影响 科学家们还是能够推测出它们的存在 古人始终相信 天是主宰人类极凶的地方 也能控制季节更替和自然灾害 然而这些都是人类力所不及的 日月星辰 不受制于地球上的自然规律 古天文学家的另一种大任务 是制定精确的立法 还需要指导人们在不同时期内的生产劳作 改朝换代的时候 古天文学家和占星家 会为新建的王朝制定新的立法 结果就是我们的古天文学家和占星家 每年都会编辑一部《黄历》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孙小淳教授 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中国的古代立法 孙教授 你好 你好 欢迎欢迎 谢谢你 我还担心你忘了咱们今天约好 那不会我是看着日历来的 日历 对对对 我要介绍一下孙小淳教授 孙小淳教授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执行院长 也是著名的天文学家 那不敢当 来来来来来 请请请 谢谢 孙教授 咱们中国这个立法有多久的历史了 那应该说是非常久远的了 至少根据我们的研究来说 至少公元前2000多年就应该有立法了 当时应该说制定立法 它是一个非常一个必须的一个事情 你知道老百姓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 所以说我们就传说中这个谣地 就是上书谣点里面记载 就是说谣地拍天文学家像西河 去观测日出 去来确定这个立法 那么而且当时就制定了 比如一年是366天 而且是靠润月来协调这个 四季的这个变化 所以当时应该说这个立法就应该有了 像这个在考古上还是有发现的 我们有证据来证明这个 就是在三溪临峰那个地方 相本有一个陶氏的 发明了这个古代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天文台的椅子 那就是看日出方位来决定这个记忆 孙教授 咱们这个立法 尤其中国古代的立法 为什么在生活当中 显得这么重要 那应该说是非常重要 因为在古人来说 这个安排这个时间 就是知道时间 对他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从生产活动 比如说农民 农耕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 它要组织这个社会活动 国家特别国家组织大型的活动 它也需要时间 特别需要有预先指导 预先安排的这种时间 所以说这人 它为什么比动物强呢 它就能够组织起来 人组织起来 就需要什么呢 这个立法 掌握时间是第一 第一重要的事情 古代中国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两种立法定用的国家 阴历和阳历 中国传统的立法为阴历 月亮绕地球十二圈为一年 一个阴历年大概有 三百五十四天 所以它比阳历年 实际少了十天或十一天 这给古代的农民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他们需要一个立法 可以指导他们季节性的耕作 简而言之 他们需要一个阳历 阳历 标记季节的始末 一个阳历年为三百六十五天 阳历中 一个月的时间为三十天 或三十一天 因此 阳历月和阴历月并不同步 但是为了使传统节日与季节挂钩 古天文学家必须制定一个新的立法 可以结合阴历和阳历 他们继续沿用阴历 新月为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 为了补足阴历中每年缺少的天数 古天文学家每隔三年增加一个润月 阳历中用夏至冬至和春分秋分来划分四季 夏至是指太阳直射于北半球最北端的日子 即六月二十一日左右 冬至则是太阳直射于北半球最南端的时候 即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右 夏至是北半球白天最长的一天 分是指一天中白天和黑夜所占的时间刚好相当 这样的日子一年中会有两次 即春分秋分 这些具有季节性标志的日子 对于指导古代人们一年之中的各类活动十分重要 在山西林坟的陶寺遗址 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最古老的观像台 这个观像台用于确定四季 陶寺遗址是一个距今四千三到四千年前的一个都义性的遗址 也是都城遗址 根据文献记载 遥都平阳 以及我们现在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的考古发掘的 形成的一个证据链来看 我们现在发掘的这个位置呢 是13年发现的陶寺的工程的正南门 这个正南门的它的结构呢是比较复杂的 背后的这一条带呢是工程的南墙 何教授解释说 陶寺被认为是上古姚帝在位时的都城 姚帝所处的时期 比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下朝更为久远 在姚典一书中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 都用来描述这位伟大的国君在位时的政策 以及他在天文学上的贡献 在陶寺的这个城址 应该有一个祭天的天坛 祭天天坛的位置应该在遗址的东南方 这是根据我以前研究的一个 宇宙观对于城址的规划 从2003年开始我们春天 我们首先做一条解剖沟 将这个建筑的遗迹的开始把它 试的去当试 试堂试把它解剖开来 解剖开来以后 我们非常欣喜的发现 它有三四道缝呢 是冲着塔儿山的方向 这样马上引起我们怀疑 不仅仅这个遗迹是个无线型的 它很有可能是个圆形或是半圆形 那当然是和祭天有关了 除此之外很有可能还有一个功能呢 是观测日出 这个现象呢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导 就是认为 我们现在所记录的这个建筑机制 很有可能呢 不仅仅是天坛 而且呢 有可能是观像台 那么这个意义呢 是江非常非常的重大 中国的考古天文学家 重建了这个遗址 用来测试古人 根据十柱投影的长短 来确定四季的方法是否准确 但是呢 到了到了大寒这一天 我们继续在进行实验的话 我们发现 它虽然太阳不能进入冬二号风 但是可以在冬三号风能看到 这一下呢 我们就高兴的非常 非常激动了 终于看到了一个希望 原来我们的判断呢 还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大寒也是二十四节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令 最令我们意想不到一些 使我们非常欣喜的是 是2004年的10月份 将整个台机全部揭露之后 我们要进行一个航空拍照 那么必须要把我们原来 做模拟实地模拟观测那个土台要打掉 要挖掉它 挖掉了之后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观测点 就是陶寺人自己做的观测点 露了出来 这个观测点的发现 是对于陶寺观向台 观测系统的一个基础性的 或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确定 证据 那么这个发现 使我们感到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骄傲 因为我们可以很有信心 很自豪地说 我们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观测点 孙教授 他是不是在古代 这个皇帝 酋长 或者跟天文学家要求的更多的是 比如说占卜类的 就是看是凶啊还是急啊 这个星象的这个 就是代表了我这下边的 是什么什么急兆 还是凶兆等等这些事情 对你讲的非常正确 是那这个作用在某种程度上 甚至比你刚才讲的那个农 就实用的需求还要更大 是吧 实用的比较大概知道就行了 但是他这种对他这里面 包括了这个对天命的这种认识 天意的这种认识 他要还是要追求精业求精的 就这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他跟科学是差不多的 他要他要把这个东西要 要要知道天天命是怎么样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事情 天意或者今天算出来 今天这日子怎么怎么样 极力不极力 这就是促使中国的这个皇帝 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对啊 皇帝啊像这种 包括皇帝看星象啊 他这些都属于这一类 就是皇帝他要证明 他自己的统治是合法的 那必须天象就对他来说是有利的 那就说这一部分完全是迷信咯 是从我们今天看来当然是迷信 对 他应该说可制造科学的根据 我们是不清楚的 如果有的话 至少我们现在不认为他是科学 但是他当他古人他相信这个东西 当那他对他就有影响 这个东西无论从心理学上 还是从这个社会学上 他都是会产生影响的 古人对于宇宙的观点 是基于天地人的关系而论述的 即天地人何为一体 相生相克的观念 古天文学家的任务 就是传播上天 传达给帝王的旨意 中国古代的天文发展呢 在他的后期受到了西方传教士的影响 他出始于明朝万里年间 来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后来在17世纪呢 德国的传教士汤若旺和比利时的传教士南怀仁呢 将这种中西方科学的交流推向了他的高潮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一架啊 由南怀仁主持建造的 用于计算真太阳石和赤金叉赤尾的赤道经纬仪 耶稣会 又称耶稣连队 是主要的天主教修会之一 由16世纪西班牙人伊纳爵罗要拉创建于巴黎 耶稣会的传教士旨在传播天主教 同时他们又深入社会 积极从事学术活动和文化教育 同时他与随后来到中国的其他传教士 一起传播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 以此来促进中西文化的交融 并为传教之路打下坚实基础 1669年南淮人被任命为青天间的官员 青天间是一个负责测量天象推算节气立法这样一个机构 南淮人在青天间任职期间做了一系列有于推动天文学发展的事情 他向中国的天文学家教授西方的天文知识 用中文写下了二十多部天文学的书记 同时还制作了大量的天文观测仪器 古代的传教士和天文学家都只能在夜晚 直到几十年前我们借用一些现代仪器 也可以观测到可见光波段以外的辐射了 这使得天文学家们在白天也可以观测星空 用于观测可见光波段的望远镜 我们称之为光学望远镜 而射电望远镜 则是可以观测可见光波段以外的望远镜之一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 是位于波多黎各的阿雷西伯天台 让我们看一看 中国的这台望远镜将来能做什么 李迪教授 幸亏幸亏 您提到更大的工作场所 是在贵州吗 对的 贵州是咱们著名的FAST 是哪几个字母的缩写 它叫500 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al Telescope 500是最大的了吧 500的话它就是相当于30个足球场 30个足球场 对 我刚才还提到这个 就是说在此之前最大的 应该是在波多黎各的那个叫 叫阿雷西伯 阿雷西伯 阿雷西伯 欢迎来到FAST The largest single dish radio telescope in the world 它那多大 它那个是这样的 它的直径是300米 然后它我们是500米 所以如果是面积的话 我们是两到三倍 这东西为什么要修这么大 对因为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下 任何一个望远镜在任何一个波段 它都是接收来自天上的光线或者光子 所以你的面积越大 就好像天上在下雨拿一个桶 那么你单位时间能够接到的水就更多 而这个水直接对应了 你能看到的天体的暗弱的程度 或者它的距离 那我比它大两到三倍呢 我就可以看到更遥远的 更暗弱的宇宙中间的天体 FAST坐落于北纬26度 这个位置可以使它很好的观测 南半球银河系 同时FAST所在区域远离城市 人口稀少 这就避免了人类所制造的无线电波对它的干扰 FAST接到的来自太空的信号非常微弱 所以它需要一个绝对无干扰的环境 FAST的灵敏度极高 观测范围广阔 能够检测到远距离的脉冲星 同时它还装备了多波数接收器 可以同时探测到银河系中上千颗脉冲星 黑洞 外星人 这些极有意思的谜团似乎都在等待着FAST去揭晓 恒星和人类一样 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 出生 存在 死亡 恒星诞生于原始星云 而引力使原始星云坍缩 正在形成的恒星它的温度密度不断升高 直到它的核心可以进行稳定的核聚变反应 即 由一个质子组成的氢原子核相互碰撞 聚变成为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组成的氦原子 这时 恒星便诞生了 恒星的壮年时期 一直受到两种力量的制衡 恒星核心的核聚变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这个能量使得恒星不断的向外膨胀 而引力会起到坍缩的作用 抑制恒星的膨胀 这两种力量相互抵消 所以恒星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只要恒星核心有足够的氢元素燃烧 那么它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恒星核心的氢慢慢被消耗尽时 核聚变无法再提供足够的能量 恒星的死亡也就提上日程了 引力再次占据主导地位 它会使恒星核心收缩 收缩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死亡恒星的核心在坍缩过程中密度不断增大 大到电子和质子被压到一起变成中子 量子力学预言 简并的中子气体中有一种被称为简并压的力量 它可以起到抵抗引力的作用 如果核心的引力可以被中子简并压平衡 核心就会变成一颗稳定存在的 由中子组成的星体 这就是中子星 中子星的密度极大 它的质量可以和太阳相比 而尺寸却与一个城市差不多 中子星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 拥有很强的磁场 中子星向特定的方向释放出电磁辐射 辐射的方向随着中子星的旋转而旋转 就像是海上的灯达 每当辐射方向恰好扫过地球时 我们就接收到一个它的信号 在观测者看来 中子星的信号是一个个的脉冲 脉冲的频率高度稳定 从几毫秒到几秒一个脉冲不等 脉冲的频率就是中子星自转的频率 这就是我们SARS的颗原仓 它是30吨重 我们500米的望远镜 如果可以看成一只看天空的眼睛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眼珠和神经系统 500米所汇聚的光线 都通过它里头的电子学设备 来聚集记录和分析 我们这样能得到关于天空的知识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 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主胶的系统 因为我们主反射面可以变形 所以因为天上来的都是非常遥远的信号 就是一个平行光 我们变成一个 就相当于是一个透镜也好 是一个反射镜也好 是一个抛面 把它的光线集中到一个点 但是这个点 当我们在天上移动的时候 这个点是在动 我们这只所谓眼睛的眼珠 它要跟着我的焦点在变化 所以它是在三维空间里的控制 所以我们是有六根锁 因为这个六是你在三维空间里 要控制一个点和它的姿态 所需要的最小的自由度 之前我们已经解释过 人类的眼睛只能识别一定区域的波长 但是自然界向我们发出的信息 是远远超出我们的识别范围的 FEST赋予了中国科学家乃至全人类 新的感官系统 这个系统能使我们超越自然给予我们的能力 去探知无法看到的星系 以及研究促成太阳系和生命形成的分子云 所以我们能够就是基本上能看测三类 在我们的肉眼或者我们普通的这个sense 或者是感知看不到的天体 那么一类呢就是这个宇宙种子物质主要的成 主成成分这个原子的氢气 第二类呢是一种这种稳定的旋转 有极高的密度极高磁场的中子星 第三类呢是各种各样的分子的普现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在宇宙中间 一共找到大概180多种星际的分子 有一些是非常复杂的有机的分子 而这个我们人类自己 以及这个其他的有可能的这个太阳系 行星和生命呢都是在这些分子云里头诞生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FAST给我们提供特别能力 我们能够找到新的分子 特别是对这个生命的形成有重要意义的这个新的分子 FAST还有一个目标李博士没有提到 但是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有提及 实际上呢在我们设定这个领域呢 做这个SETI是比较经典的 就十几年来一直都在做 这也是我们FAST的当时立项的一个科学目标之一 寻找地外文明 寻找地外文明 那么但是我们一般不在这个自然科学界 或者我们甚至也不在大众的媒体上过分的宣传这个事情 因为他跟我们平时做的基础研究呢 相比就更有风险或者更有探索性 那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分析的问题 对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 就是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个地外文明 就是我们地外生命我估计肯定是存在 但是文明生命是不是能探测到 是不是存在 他们跟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面 但如果他们要和我们交流的话 恐怕我们最先发现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方式 就是来自于这些射电信号 这是我们主要花精力在找的 但是这事很难说 是吧 因为它实际上在射电也找 在光学也找 它实际上是一个更类似于一个哲学的思考 就我们反过头来想 我们自己向宇宙中间发射了什么样的信号 所以所以这中间有两个问题 就一个是说你确实是 李博士对于外太空的推理 把我们的节目推向了尾声 让我来总结一下您刚刚说的 中国的天文 始于四千多年前的山西陶寺 当然 现代的天文已经不再局限于计算历法 记录彗星轨道或者预测日时来警告世人了 天文学家们正在将这门学问 延伸到我们生命的各个方面 天文学家们观测宇宙 将看到的一切天体分门别类 他们远赴南极大陆 只为找到一片纯净至极的天空 2007年至2008年 中国的科学家在南极大陆进行设施建设和科学研究 中国还参与了夏威夷 下一代三十米光学望远镜的项目 同时参与此项目的还有美国 加拿大 日本和印度 优越的选址 及其超强的接受光子能力 三十米望远镜能使天文学家 进行更多现有设备无法企及的研究项目 天体物理学家 利用已知的物理知识来解释观测到的天文现象 他们引导和帮助人们去理解恒星内部的核聚变反应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利用人工可控核聚变 我们将最终解决地球的能源问题 最后 宇宙学家将致力于解释整个宇宙的演化 如大爆炸是如何开始的 以及宇宙是怎样演化成为今天的样子 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的天文学研究近年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 今天 中国天文学会已经拥有了2481名成员 其中包含近400名研究员和教授 这比10年前的人数翻了一倍 中国只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 就将宇航员送入了太空 未来我们还可能实施登月计划 谁知道某一天 宇航员会在太空向谁挥手 他或许对着摄像机在向我们致意 或许他看到的是宇宙深处的另一个生命奇迹 这个生命奇迹很可能会被中国的天文学家揭开 也许你就不需要聆听我讲这些天文科学了 你自己就将亲历科学的奇迹 我是英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